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如此不可思议 民警和嫌疑人擦肩而过 我们的民警当时在清场的时候 还摸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还告诉他赶快走 不要在现场停留这些话 重返现场的嫌疑人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天下午 一阵急促的救护车警报声响撤在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车程大道上 救护车上躺着一位受重伤的男子 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医护人员紧急对伤者展开了抢救 与此同时 在距离医院500米远的一个十字路口 民警在一辆香槟色的小小车周围拉起了警截线 就围观的群众特别多 而且就是在纷纷扬扬扬就说杀人了 说这是一个骑摩托车的 就把一个开轿车的捅伤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通过现场目击者的描述 办案民警大致了解了案发时的情形 当时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在路口等红灯的间隙 持刀向小轿车的驾驶室内刺去 随后司机李涛打开车门逃跑 可是这名男子却依然不依不饶追上去继续伤害李涛 然后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在闹市区公然行凶 嫌疑人气焰十分嚣张 那么他和受害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由于受害人李涛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警方没法从他的口中得到直接的线索 不过 现场多位目击群众 向警方描述了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犯罪嫌疑人是重庆本地口音 身高大概在1米65到1米70左右 穿的是一种就是夹克型的上衣 嫌疑人骑的车辆是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多名目击者给警方提供的嫌疑人相关信息 基本一致 但是在嫌疑人所戴的头盔颜色这一细节上 目击者的反馈出现了分歧 有的目击者说是红色头盔 有的目击者说是蓝色头盔 说红色头盔的目击者还是要多一些 而让警方更加欣喜的是 就在案发现场的协上方 正好有一个刚刚安装的高清监控探头 整个案发现场都在这个监控探头的覆盖范围之内 而在民警调取监控视频时 这批刚刚安装的新设备却让人大失所望 就是超过它这个存储器都已经就被覆盖了 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 是记录嫌疑人作案的第一手资料 警方立即联系了监控系统的厂家 请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协助 与此同时 根据目击者描述 嫌疑人在行凶时目标十分明确 并且下手比较狠 很可能嫌疑人是有备而来 当时分析估计是这个 一定带这个报复性的 因为是大百天的 是吧 如果没有一定的原因的话 不可能是吧 就冲上来就是用刀子去捅受害人 李涛的妻子告诉办案民警 李涛是一家农家乐的厨师 平时生活作息都很规律 案发当时李涛正驾车去送货 却突然遭遇了不测 他们的社会关系 包括家人的社会关系 都是比较这个简单 而在现场勘察时 警方发现 李涛车内的财物均没有丢失 由此也排除了嫌疑人 抢劫作案的可能 就在案发当晚 从医院传来了一个 让人紧张的消息 由于李涛的左下肢 骨动脉受到严重损伤 当时他已经命悬一现 急需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手术治疗 李涛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了下来 但他依然无法开口说话 第二天上午 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一名目击者在案发时 正好开车经过案发现场 他记下了嫌疑人驾驶摩托车的车牌号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就是有一个尾号是212的摩托车 在现场出现过 经过调查 车牌尾号212的车主 是重庆市永川区的 警方立即赶到了永川区 找到了这名车主 当天就基本上排除了 他作案的可能性 当时可能就是说 这个车牌号记错了 警方重新梳理了目击者 提供的所有线索 大致确定了嫌疑人驾驶摩托车的来取方向 将侦查的重点锁定在身穿夹克 头戴红色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身上 警方根据嫌疑人驾驶摩托车 驶向案发现场的方向 调取了几家企业大门口的监控视频 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受害人驾驶过了以后 然后紧随它后面就有两个摩托车 然后一个是戴红头盔 一个是戴蓝头盔 蓝色那个头盔 我们没有去追击 我们追击的是红色头盔 但是由于红色头盔在当地比较普遍 再加上嫌疑人逃离时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警方很难从海量的监控视频中 准确地分析出哪一个是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 就在案发的一条条线索即将中断的时候 从医院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经过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 受害人李涛在案发后的第三天下午 终于恢复了意识 办案民警随即赶到了医院 由于李涛身体很虚弱 医生只允许民警与李涛进行简短的交流 他不敢确定 但是好像是摩托车头盔是红色的 这个受害人呢 就说他那个不认识这个嫌疑人 一直就说我也没了他 我也没怎么找他 他为什么要捅我呀 他为什么要捅我 一直是这么说 李涛的说法让办案民警感觉有些蹊跷 警方认为 如果李涛没有对办案民警隐瞒任何事情 那么这种反常的迹象 只会将案件的性质指向另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呼凶杀人 如果嫌疑人真的是顾凶作案 那么在暗处一定还隐藏着真正的幕后黑手 就在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的时候 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被技术人员完整的恢复了出来 当警方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 原来嫌疑人戴的头盔并非是大多数目击者所说的红颜色 而是一种底色微蓝色 中间有红色图案的头盔 有了这段得来不易的监控视频 警方对案件重新展开了侦查 一个细微的动作让嫌疑人落出马脚 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 嫌疑人究竟逃向哪里 重返现场的嫌疑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被还原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案发当天下午17点36分 受害人李涛的轿车停在路口等红灯 紧随其后的是一辆红色摩托车停在轿车的左后方 两人似乎说了些什么 然后嫌疑人就从摩托车上下来 并抽出一把刀向轿车的驾驶室内刺去 就在嫌疑人准备驾驶摩托车离开时 李涛突然打开车门从车上下来 此时嫌疑人立即又追了上去 受害人从车里面出来之后想跑到安全地带 但是犯罪嫌疑人又冲上去捕了几刀 随后嫌疑人回到了摩托车上 而受害人李涛也一拳一拐地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就在李涛打电话报警时 嫌疑人突然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而受害人李涛在十几秒后倒在了地上 大约三分钟后 救护车和警车先后赶到了现场 把民警对嫌疑人所驾驶的摩托车品牌和型号展开调查 除此之外 民警还从视频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细节 在进行行凶的过程中 左手扶着扶手 然后右手捅的这个过程 嫌疑人的这个举动 让经验丰富的巴民警意识到 受害人李涛的轿车上 可能会留有嫌疑人的指纹 所以技术民警在提取指纹的时候 我们刚好也发现他们确实也提取了那个指纹 巴民警立即将提取到的疑似嫌疑人指纹 输入数据库进行比对 试图直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但是经过比对 然后没比对出来 然后没发现现场 专案组民警兵分多路 对辖区内所有的摩托车经销商进行摸牌走访 试图确定嫌疑人驾驶摩托车的具体型号 这家摩托车门市的老板认出了照片上摩托车的品牌 但是他不确定具体的型号 巴民警通过该品牌网站上的产品展示图进行了仔细比对 最终认定这是一款GS-125型摩托车 当时我们排出来了有一千多个摩托车 但是根据摩托车颜色红色这一特征 我们又筛选出来一百多辆摩托车 接下来专案组民警要对这一百多辆摩托车和车主 进行逐车逐人见面 然而这一工作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与此同时根据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所反映出蓝色头盔的嫌疑人 另一路民警重新对他展开视频追查 就案发现场离下一个视频调取有五六百米 也是相当远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把它逃跑的方向确定死一点 所以我们就调取了周边的几家民用监控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再加上民用监控设施的画质不高 因此办案民警只能通过时间和距离的计算 来分析推断出哪辆驶过的摩托车是嫌疑人所驾驶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查 嫌疑人消失在了距离案发现场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十字路口 进了这条路 然后当时我们追踪到最后一个摄像的时候 就发现嫌疑人消失了 由于这个路口的位置十分偏僻 因此这里只设置了一个监控探头 并且监控的范围只有马路对面的部分 我们分析了有三种可能性 要么它顺着这边 然后执行了 然后执行了 因为在这边可以走老路然后进农村里面去 然后第二种可能它就是从这个路口然后右转进去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都很偏僻 第三种可能就是它要么就是原路返回去 在嫌疑人有可能逃离的三个方向中 警方暂时没有任何线索能够锁定其中的某个方向 眼看着视频追踪很可能再次中断的时候 一名民警在案发后的现场监控视频当中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在案发后大约18分钟 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身影 作案之后重回现场 民警与嫌疑人擦肩而过 秘密蹲守化妆侦查 嫌疑男子终落罚网 重返现场的嫌疑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是案发后中心现场的监控视频 下午17点54分 就在警方即将对现场进行勘查时 监控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们当时省看这个视频的这个民警啊 但是都眼前一亮 就觉得这就是嫌疑人 这就是那个嫌疑人 因为当时嫌疑人骑那个摩托车很有特征 因为他那个摩托车尾部绑了一个白色带 应该是口袋吧 第二个他带了一个头盔比较有特征 就上面有很多花纹 由于当时刚刚案发不久 现场的民警还不掌握嫌疑人的相关特征 而围观的群众也没有人能够发现 嫌疑人回到了案发中心现场 就这样警方与嫌疑人擦肩而过 当时的话呢 谁都没有注意到 他也没有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会再一次的就是进入现场 我们的民警当时在清场的时候 还摸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还告诉他赶快走 不要在现场停留这些话 这让我们感觉很惊讶 嫌疑人作案之后 竟然又返回现场 这出乎意料的举动 让专案组的每一位民警意识到 这次他们遇到的这个对手并不好对付 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犯罪嫌疑人 还是比较狡猾的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反正常的能力 他可能认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所以说他在现场还装着看热闹的情况 嫌疑人在现场停留了大约一分钟后再次离开 与之前作案后的逃跑方向不同 这一次嫌疑人并没有右转 而是执行通过路口向城区方向驶去 最终警方发现 嫌疑人驾驶摩托车 从双北中路拐入健新路之后 消失了踪迹 随后侦察员对这条街上的小区和商户 展开了秘密的摸牌走法 2015年12月17日 侦察员在对健新路例行巡逻时 发现了路边停放的一辆红色摩托车 与监控视频中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非常相似 经过观察 侦察员惊喜地发现 这辆摩托车的尾号是262 为了更加确定这辆摩托车的细节特征 侦察员走进摩托车进行了一番观察 我们很确认的就是他的挡风板掉下来 这个损坏的细节 我们基本上认定 很大可能就是这款摩托车的车主 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 随后警方在原地进行了蹲守 等待着嫌疑人的出现 当时我们是冬点的时候 是守了一个下午 直到晚上六点多 这款摩托车都没有人动 那是停在个饭馆门口 那是在个被子 那是不是在里面吃饭还是上这 我嘛就是吃饭的 可能住在这个地方一空里 就没得那个 楼梯上楼铺上这儿上 上边就吃饭的 吃饭的或者是这个 先擦谁这么改好吗 尝尝这些 经过调查 这辆尾号为262的摩托车车主 是唐海 今年36岁 得知车主姓唐 现场蹲守的民警 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摩托车车主他姓唐 而他停靠在旁边了 那个烧烤摊呢 就叫唐式烧烤 当时我们想 他会不会就是这个烧烤店的 这个烧烤店的老板 或者是说工作人员 几名侦察员经过讨论后决定 以时刻的身份 进入这家烧烤店进行调查 但是男子很兴奋 他得知要来很多人 他感觉要来生意了 所以他很开心 他乘了我们 马上就把摩托车移了 店老板同意挪车 这说明这辆摩托车 的确是属于这家烧烤店的 而经过观察 侦察员发现 这家烧烤店 只有店老板和妻子两人在经营 那么店老板 会不会就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呢 我们只发现 因为他体貌特征比较相似 但是没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支撑 就是他就是中暗嫌疑人 为了慎重起见 侦察员们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一边吃饭 一边继续观察 必须要找到一个 就是明确 必须要明确 它是嫌疑的一个特征来 由于当时店里的顾客较多 老板和他的妻子非常忙碌 当侦察员提出要盛米饭时 老板让侦察员自己去后厨盛饭 趁着这个机会 侦察员来到了烧烤店的后厨 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 当我们走到后处 准备打米饭的时候 我们用余光发现了 他那个摩托车的头盔盖了一半 然后若隐若现的 他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 但是我们就很兴奋 因为看了很长时间的头盔 虽然我们犯罪嫌疑的面部 特征没看见 但是他这款头盔 我们太熟悉了 这顶头盔的出现 让店老板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 专案组经过紧急商议 制定了一套抓捕措施 如果在一个饭馆里面抓捕的话 因为应该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当时他饭馆里面有个订餐电话 然后我们就假装订了个餐 叫他送出来 当晚七点左右 唐海驾驶摩托车去送外卖 侦察员立即对他进行了跟踪 择机抓捕 然后再看一看 然后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颜色都显 衣服颜色都显 不显 好了 这种的 这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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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G 小明 踉踉踉踉踉 唐海被警方抓获后 审讯工作随即展开 此前唐海在作案后 能够堂而皇之地返回案发现场 这说明他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因此对于审讯室他表现出的态度 办案民警并不感到意外 尽管唐海百般抵赖 但是嫌疑人在作案时留在受害人车上的指纹 却是一个无声的铁证 警方将唐海的指纹与之进行比对 最终确认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据犯罪嫌疑人唐海交代 他和受害人李涛此前并不认识 案发当天他之所以持刀行凶 仅仅是因为两人在路上行车时 发生了一些不快 就是我们所谓的路路证 当时这个嫌疑人是钓了鱼 准备回家 在路上超过了一个受害人的 开的一个小车 然后好像受害人不服气 然后他就是反超过来 由于当时他们正在行驶的公路 只有双向辆车道 李涛超车时已经行驶到了对面的车道上 而此时迎面正式来一辆大货车 李涛还没有完全超过唐某的摩托车 就猛的向右打了一把方向 当时李涛并没有停车 这让唐海非常气愤 他从地上站起来 骑上摩托车就追了上去 对于事件的起因 受害人李涛在商誉出院之后 给出了另外的一个说法 本来从桌骑路口出来 只有两根车道 他一个人站在那根车道 他骑着摩托 几乎上是没有走那样 像人走路那样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我要到他那里都按了两下 车的喇叭提示了他 然后我超车都是从离心道超着车 也没有挨他 也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探头 而李涛的车内也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 因此对于当时的真实状况 也许只有双方当事人最为清楚 好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欢迎李教授 你好 本来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的摩擦 但是一言不合 拔刀相向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商人案件 有人说我们生活当中 有一些人的戾气很重 这个戾气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认为它跟社会发展有关 应该说进入到21世纪以后 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交通的迅速发展 我还记得我学车的时候是99年 那时候上街好像还没有那么多车 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几乎在很多大城市 基本都是车满为患了 就是当你这个车吧 你走出去本来车就是为走的 但是你走不起来周围全是车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有一定的反应 这个反应你就会觉得被挤压的感觉 所以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 其中有一项结论 就是随着拥挤的这个密度增大 人的暴力行为就会增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做路怒足 就是他在马路上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很快就愤怒起来 有人说就是因为汽车文明来得太快了 我们还没有适应 如果在马路上碰到这样啊 开车不讲交通秩序 不讲交通规则的人 我应该怎么样避免出现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当你遇到一个不懂事的人 我认为就是说尤其开车 你也没机会教育他 但是呢你让自己不出错 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坐在车里都不要自己以为觉得很舒服 实际上你是用着一个比较危险的工具 我们必须有一种意识 就是每个人呢 如果我们不稍微克制点自己的话 那么我们之间就会出现纷争 而纷争呢实际上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因为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天眼 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在这个监控器里找到这辆车 而且能够找到这个事故的这个当时的基本状况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不守规则的人 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报警 通过今天这起案件 也给广大车主提个醒 在您驾驶车辆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他人的不文明行为 可以通过交警等官方正规的方式 来有效的解决问题 道路交通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 每一位行驶在公共交通道路上的人 都有权利和义务来保证道路交通的文明 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 心变宽了 路自然也就宽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美景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